欸大家的朋友,我是阿康 今天呢還是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Nomad的錶帶啦 上一部影片講AirPods Pro的Nomad皮革保護殼的時候呢 有跟大家分享一些接下來要做的影片計畫嘛 例如就充電盤啊,還有手機殼 這個會分開影片嘛 因為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買AirPods Pro以及Apple Watch的 所以我就是每一個品項的系列我都分開做 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Nomad的皮革錶帶 那感謝Nomad這次就提供我這一系列的東西囉 那Nomad的皮革錶帶呢大致上分成幾個系列 一個呢就是我手上帶的這個經典款 它是99美元嘛 那再來還有一個這個比較特別的 它是防水款,它是69美元 這個我之前有開箱過了 這部影片我會稍微提到一下 那有興趣的人呢可以直接看這部影片 或是把我連結放在下面留言處 那除了經典款以及防水款 如果你預算比較沒有那麼足的 你可以買這個Modern Trap 那它跟防水款一樣都是69美元 當然啦,這部影片的撞頭戲當然是這一條嘛 這條我相信大家會最有興趣喔 因為它是馬屯皮製成的喔 要149美元 噢,這個味道真的超提神的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吧 那首先要提到呢 是我手上帶的這個經典款喔 而經典款我有黑色跟咖啡色 那我大概帶了8個月有了 你看呢,其實以Nomad的這個經典款來講 它真的賣得非常的好 甚至我可以說啦 它是所有Apple Watch皮革錶帶的一個 錶點 就是各家的皮革錶帶廠商呢 大致上都是以它去模板 去做增加或是減少 因為Nomad這一款呢 它就是非常的素面 非常的簡單 風格強烈 但又不會太over 所以它給人的感覺是非常沉穩 我之前都有分享到說 以皮革錶帶來講喔 我們最重要的一定是皮革本身的資料喔 因為我們都一定會流汗的 那皮革錶帶不像橡膠錶帶 它是可以直接水洗 或是說你用錶帶呢 它直接把你汗水吸起來 然後一樣,再洗過 如果你真的要牽涉到洗的話喔 以皮革錶帶來講 它是比較不適合的 除非你是像我剛才提到的 綁水皮革那一款 所以你在挑一般皮革錶帶的時候 你最重要的是皮革本身的資料 第一個皮革的資料 如果不好的話 你帶起來已經是會不舒服的嘛 那再來是流汗的時候呢 如果你的皮革本身資料不好的 那個皮革味道 沒有辦法蓋過去你的汗水 真的那個夾雜起來的味道喔 我相信沒有人可以受得了啦 那如果本身皮革的資料好呢 皮革本身散發出來的味道 也非常的優秀的話 你其實也不用太擔心流汗喔 那甚至說 把你的汗水整個吸起來了 所以它帶起來呢 甚至還會比橡膠錶帶來的舒服喔 因為橡膠錶帶 你會把整個汗水都積在那裡嘛 那以Norman呢 它是使用HOLDWIN的皮革所製成的 所以皮革上的選料呢 大家是不用擔心的 那在縫線上呢 它是選用跟HERMES一樣的 FIRSTRAW的縫線喔 上面應該沒錯吧 那簡單來講就是 給皮革有那個堅韌性所在喔 你不用擔心說 它整個皮革會變直還是變形 你在剛拿到的時候 它一定是比較硬的 剛開始帶起來 甚至會有一點點痛苦喔 不過這個會隨著時間 慢慢的改變 它會進化成 完完全全符合你手腕的形狀 變成唯一專屬於你的那個形狀喔 帶起來是會非常舒服的 那甚至說 我這一條已經帶了八九個月了 它本身上面都還在皮革的味道喔 雖然說已經不像 剛拆封的時候那麼的強烈了 你也不用太擔心 如果帶上流汗 可能會不好聞的情況成真 所以回過頭我來講喔 如果你不知道要買哪一款皮革錶帶 Norman這個就像我剛才講 它是一個毛點 它就是一個懶人包 你不知道要買什麼 你就買它就對了 而且它只有出兩個色系 咖啡色跟黑色 就是完完全全不出錯的顏色嘛 那以咖啡色來講 它在兩色上會比較多的空間喔 黑色呢 你看這兩條 其實我是同時間拿在手上的 黑色的變化其實就沒有那麼多喔 所以你是一個比較喜歡 聲勢風低調 沉穩的人呢 我就會蠻建議你買黑色的 但是Norman就只有出這兩個款式 所以我才說 如果你不想動太多腦筋 去想其他的款式 如果你沒有其他多餘的想法 你就是買它就對了 是絕對不會出錯的喔 那再來如果你預算沒有那麼高的話呢 它還有另外一款Modern Strap可以選擇 Modern Strap呢 它就是比較薄一點喔 那它也是屬於這種沒有紅線 聞起來呢 因為這是新的啦 當然它現在會比它好聞嘛 但是根據我的記憶上來講 它還是沒有今天款那麼的強烈啦 不過它本身的味道已經算非常好聞了 它整條模具啊 設計上喔 都跟這種防錐款式一樣的感覺 再來是Norman唯一有做小款的錶帶喔 它其他的款式都是只有給4244的 唯一只有這個 是有3840的喔 它除了小款以外呢 它還有做粉紅色的 所以對於一些小隻上班族啊 親子戰女性啊 我也覺得都蠻適合的喔 好啦 我們就先把它換起來吧 其實真的也是很好聞 大家看一下 跟我手上這個金錢的款比喔 它真的就比較薄一點 如果你真的怕這個 可能會比較悶熱的話喔 除了價格上 你也可以考慮它喔 那以這條來講 它設計上比較薄喔 它一開始就不像經典款的 皮革錶帶那麼硬 一開始再帶你就比較不會那麼痛苦啦 那戴起來就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可能你 如果手部的活動比較多的話 這款也是你可以考慮的 但是相比起來啦 我可能還是會比較喜歡經典款 嗯 現在還是很香喔 嗯 如果你怕熱 你喜歡薄一點的 那它一開始呢 也沒有像它那麼硬 一開始就是軟軟的喔 再加上經濟上的考量 它也比較便宜嘛 那買這款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啦 再來是我們的重頭戲喔 就是這個 Share Corlevin 馬臀皮錶帶 這一條呢 是要149美金啊 那其實它那麼貴 不是沒有道理的喔 因為以 Horlevin的馬臀皮製程來講 它是選擇 表皮 跟真皮中間的那一塊喔 就是所謂的 Chorlevin皮層 那這一層呢 有著其他皮的 所沒有的特性 一般的皮它是交錯縱橫的喔 但是以 Chorlevin這個皮層來講 它是井然有趣的 單一縱橫喔 纖維密度最高的地方 特別的強韌 耐磨 再加上 它也比較不容易 會留下傷痕 所以 它整個製程來講 Horlevin是說 它大概六個月的製程 它有辦法做好它喔 最後才散發出 它這個獨特迷人的光澤 沒有 你沒有聽錯 是六個月的製程啊 你懂製程嗎 欸不是 我胡瓜 直接打開來聞聞看吧 我跟你講 它比萬金毛還要清腦 它真的是我聞過皮革表帶 味道 最獨特的一款 你可以看呢 其實光是沒有照在它上面的喔 它的光澤就非常的足夠 以它整個染色跟樣色來講喔 它這條之所以會講叫做 Limited Edition的原因 是因為每一條的顏色都不一樣 那整個打開來看呢 它裡面是這種深層綠色的感覺喔 雖然說在外層上 你看起來你會覺得說 像這個經典的皮革表帶一樣 但是我跟你說 拿在手上的感覺是 完完全全不一樣 可以看就像我剛才講的 因為它是馬臀皮的原因 它整個彈性跟堅韌度呢 我現在手摸起來 都比它還要好上很多 給大家對照看一下 那以這一條來講 它是經典的皮革表帶 這一條來講是馬臀皮喔 上下兩個對照呢 除了色澤上呢 馬臀皮比較耀眼以外 整個抓起來的厚實感 它真的是因它太多了 所以難怪它會賣到149 這麼貴喔 而且味道呢 也贏它非常多喔 這條我剛拿到的時候 我當初已經覺得 它的味道非常好聞了 但是 我沒有想到拿到馬臀皮 它還更好聞喔 好啦 最重要是直接把它換起來吧 像Monetstrap呢 它就是比較軟 那整體的質感 我覺得也比較沒有那麼厚實啦 算是一個入門款 比較經濟上的選擇 所以如果你真的經濟 條件許可喔 這一條 我真的 真的非常建議你 一定要有 那就像我剛才講的 一條比較厚實的皮革錶帶呢 剛開始在戴的時候 一定會比較生硬喔 所以呢 稍微觸點力把它掰開喔 不要害怕 我已經完整的裝上去了 長這個樣子 好啦 直接把它帶起來吧 你可以聽到它的聲音啦 真的是很厚實很堅韌喔 那這是一個比較厚實又好的皮革錶帶 一開始已經碰到的情況喔 就不要太擔心 直接一開始出點力 把它用上去就對了 因為 它一開始還比較硬嘛 所以你可以看這一邊呢 它這個堅韌性都還蠻挺直的喔 但是你戴久之後呢 它就會順著你的手腕慢慢的變彎 變成專屬於你自己的形狀 欸 這個真的太香了 超好看 雖然現在才剛買春季顏色的錶帶喔 但是我想這一條呢 我應該近期都會蠻常戴它了吧 我真的非常的喜歡它 剛才的綠色大家都看過了嘛 我們就仰了一陣子 看它內層的綠色跟外層的黑色呢 會有怎麼樣的變化吧 再給一個結論喔 就像我講的 Nomad真的是皮革錶帶的一個錶點 一個標準點 如果你不知道它怎麼選皮革錶帶 那你覺得黑色跟咖啡色你也覺得OK 最簡單的就是選今天款那一款嘛 那如果你是屬於小款的錶帶 你想要輕便一點 那又有預算上的限制呢 你就是選Modern Strap 或者是防水皮革錶帶的 Epic Strap那一款 還有你是屬於小款 3840的Apple Watch用戶呢 那你也只能買Modern Strap囉 那當然你的預算是比較充裕的 你想要一條獨特的皮革錶帶 我覺得大大建議你去買這個Shield Corlebone吧 整條的觸感非常的厚實 味道獨特強烈 整個色澤上也不是經典皮革錶帶可以比上的 所以我還是要講 如果你真的預算上是比較充裕的 就是不要猶豫也不要考慮哦 需要Portlebone直接把它買下去就對了 我知道大家可能覺得真的還是有點貴 所以我除了把防水皮革錶帶的Active Strap開箱影片放在下面以外呢 也有阿康專屬的Nomad折扣嘛 那有需要的人呢就自己去用吧 那再來就是充電盤跟手機殼的開箱哦 不要忘了對影片按讚 分享訂閱和開箱並且打開小鈴鐺 當然收到新影片的上片消息啊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